男子正在遛狗,而狗狗却突然转变路线。 被狗狗拉着走出200米后,男子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 狗狗天生拥有敏锐的感知,它们能够提前预知到危机降临。 而当人类遇到危险时,狗狗们总能化身天使,拯救困境中的人类。 这名男子独自居住在郊外,他从事着曲棍球教练的工作。 由于长期过着单身的生活,男子便饲养了几只狗狗,来陪伴自己度过无聊的空闲时光。 自从养了狗狗之后,男子的生活也多了一份欢乐。 这天早上,他像往常一样牵着一只狗狗出门散步。 可刚走出家门没多久,狗狗便觉察到了危险的气息。 他疯狂地拉扯着牵引绳,接着调转了前进的方向,强硬地拖着主人走了两百多米,来到邻居家门前。 来到这里之后,狗狗表现得异常焦急。 而男子也隐约听到了紧闭的大门之后,有一个虚弱的声音正在呼喊着救命。 于是,他急忙攀上墙头。 这才发现,年迈的邻居竟然不小心在自家的泳池中溺水。 此时正值寒冬时节,池水异常地冰冷。 邻居的体力逐渐流失,他的挣扎越来越无力。 而那微弱的求救声,竟然穿透了墙壁,传达到了敏锐的狗狗耳中。 眼看邻居即将坚持不住,男子立即破门而入,冲到泳池边展开救援。 最终,经过一番努力之后,他成功将溺水的邻居重新带回了岸边。 然而,祸不单行,邻居的哮喘再次发作,呼吸越来越急促。 男子急忙找来急救药物,并拨打了求救电话。 好在抢救非常及时,邻居最终成功脱鞋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男子每次带着狗狗出门,都会特意经过邻居家,与年迈的邻居打招呼。 而狗狗的出色表现,也为他迎来了一片赞许。 狗狗的灵敏感知,总能帮助人类化险为夷。 每当人类陷入危机之时,他们一定会施以援手。 这天深夜,楼宇中的一只狗狗突然狂吠不止。 本来已经入睡的邻居,也被狗狗的声音惊醒,他隐隐觉察到一丝不对劲。 狗狗的主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老人的亲属都在外地工作,抽不出时间陪伴老人。 平日里,他便与狗狗为伴,生活也不会显得无聊。 这只狗狗非常的乖巧,他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在深夜里大喊大叫。 此时,狗狗反常地狂吠,莫名感觉老人可能遭遇了危险。 邻居来到老人门前,焦急地敲着老人家的铁门,而屋内却无人应答。 于是,他连忙拨打了求救电话。 听到屋外的动静之后,狗狗的反应更加地激烈。 尽管他的声音已经嘶哑,但却依旧没有停止吼叫。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,立马打开了老人家的大门。 大家循着狗狗的叫声,一路找到老人的卧室。 这时,大家发现老人无力地瘫倒在床边,气息非常微弱, 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 大家连忙抬起担架,将老人送上了救护车。 接着,又拨通了家属的电话,向他们通知了老人的状况。 如今,老人已经成功脱离了危险。 身体恢复健康之后,他便回到家中与狗狗团聚在一起。 幸好,在危急关头,狗狗的竭力嘶吼唤醒了好心的邻居。 否则,耽误了救治时间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狗狗的敏锐感知总能在危机关头拯救人类的生命。 他们用实际行动抒发着自己对主人的爱。 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,他们理应得到主人的关怀。 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狗狗都能遇到善良的主人,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 也希望所有的老人都能在狗狗的陪伴下,远离疾病的困扰,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话,别忘记订阅、点赞和评论。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。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